我们原先对这个事情很害怕了 这个金太深了 我们哪里有这种能力出了一个眼睛呢? 他那个时候办了一个金蛇班 招了二十几个年轻人 专门教奖金 我要参加他这个班 实际上是他老人家开班上课的时候 我不敢学下去 他说今天我们金蛇班上课 你来看一看 我就跟他去看 坐着幕后一排 结果一看到这些学生 一半以上小时毕业 少数有几个初中毕业 大概高中毕业的可能这一两个 念大学没有毕业的 就念过一二年级一个 我看到是这么个程度 其中年龄呢 有个林堪志老子是六十岁 我们三十岁的六十岁 六十岁小学毕业 他都能学 我这一看出来 我就跟老师说 我愿意参加 因为我一看到他这个程度 几乎一半的时候 我可以是有把握 还超过他一点 他不能学我当然也可以学 这是得到很大的鼓励呀 这个就学了 实实在在说 我学习的能力还是比较强 记忆力好 听老师讲一堂课 一个小时 我到个个两三天之后就复讲 没有加自己的意思 把老师东西重复讲一遍 他讲一个重点 我应该可以讲五十五分钟 我有这个能力 强记不闻强记 我能够在一个星期之内 能保持着这种记忆 所以这样就跟李老师学尽教了 那么他老人家教给我们 私塾教学法 这我们非常的受用 他是一门深入 常识寻寻 绝对不给你学两门工库 你同时学两样东西 就直接了当告诉你们有能力 乖乖的就学一样 一样学好了 才可以学第二样